好 網友HFS也告訴我們說 超導體好像研究了數十年 看來進度還是不順 這也是為什麼當時那個 南韓的論文出來的時候 大家會這麼興奮 認為說常溫超導體 有可能真的成真 還有網友說 台灣人的英文能力讀L 怎麼十年如一日 沒有錯 要再放喉嚨一點這個聲音 我知道 剛剛我有點太緊張了 再來我們來看到 其實要到國外玩的話 尤其我們剛剛說 暑假尾聲了嘛 到日本去 最近日本的旅遊真的非常夯 光是7月份的時候 日本的外國遊客就突破了320萬 而中國大陸也開始恢復說 陸客團遊 8月份預計呢就要再創高峰了 其實現在 大家到日本玩真的是非常夯 尤其我們來看到 增長的幅度是非常多的 尤其是中國大陸到日本去 現在開放了嘛 所以大家開始想說 接下來去日本就會人擠人了 包括在疫情之前呢 中國的遊客站 外國遊客 我們說日本哦 總數的三分之一 現在掉到只有10% 那8月10號開始 他們要限制 團體旅遊限制了 第一波的旅遊團 已經在8月11號出發 接下來預計會推動 日本8月份的旅遊業復蘇 不過我其實也蠻好奇 想要問問大家的就是 如果今天中國大陸的民眾 還是到日本去 可能你的這個旅遊的相關的品質 也因為人太多了嘛 難免沒有辦法服務這麼多人 到日本去 你可能會有一些疑慮嗎 也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們 因為畢竟人多 當然服務品質就有可能因此下降 不過如果說大家要出國玩的話 最重要第一關就是要訂機票 還有辦簽證嘛 怎麼樣訂機票最便宜很多的網友 還有很多的這個部落客 也都會教大家來分享 但現在我們要告訴大家 訂機票怎麼最便宜呢 如果你今天要去東京旅遊的話 過去大家認為說 如果你直接從桃園機場 直接飛這個成田機場 會比較便宜 但現在好像反過來 如果你今天從松山機場 飛到羽田的話 反而是比較優惠 到底業者是怎麼樣解釋 這樣的情況呢 我們一起來看 接下來是桃圭飛成田 哪個票價比較便宜嗎 飛成田比較便宜吧 不知道 到底講應該是會從這邊飛到 那個日本比較便宜啊 可能是飛成田比較便宜 以邏輯來說 大多數民眾認為桃圭飛雨田 比較便宜 因為航班多選擇自然多 不過近期有民眾發現 同樣搭乘航空到東京 桃圭觸發飛成田 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二元 松機觸發飛雨田 反而只要一萬六千兩百零七塊 換個日期一樣松機出發比較划算 查詢解釋機票價格 是以市場供需做調整 另外還有民眾也發現意外驚喜 星宇航空近期超值票 竟然比限量票還要便宜 以澳門為例 超值票價一張三千零四十一元 比原先應該最便宜的限量票 還要優惠 其實看到降價我不意外 因為機票本來就會起起伏伏 但是看到超值票比限量票還便宜 這個人就有點嚇到 因為這是第一次看到 限量票價不能累計里程 照理說應該最低價 星宇解釋是因為最近有促銷折扣 才會導致有些航線超值價 反而更便宜 疫情後有許多航空公司 它的經營方向跟策略 都逐漸向聯航抗樓 用比限量票更低的價格 購買到超值票的方案 顛覆旅客原本的邏輯 你以為比較貴嗎 那可不一定 便宜的也可能比較貴 訂票前不妨多比較一下 或許會有便宜票價小確信 好威廉謝謝告訴我 叫我不要緊張 謝謝你 還有很多人也跟我們分享說 現在在日本東京的最新情況 像是Andy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在剛開放的8月10號的 東京迪士尼 其實人已經非常多了 還有威廉謝謝也告訴我們說 成田其實離市區太遠了啦 雖然說交通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精簡 而且要把這個時間花在刀口上的話呢 可能會覺得有一點浪費 然後呢 其實也有觀眾告訴我們說 其實他認為說當眾的價差不大 大家可以不用太過計較啦 那我們再來看到 說到去日本玩 大家還是會希望說 可以到日本多買多吃多玩是最好的 當然日幣換的時機點 還有它的價格匯率就非常重要啦 那我就要來看到了 其實以現在台銀買匯日元的價格來說 你都可以發現到 其實非常划算 而且你比較下來的話 其實你固定的10萬新台幣 你都可以多換將近3萬的日元 看起來真的是非常划算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去換日幣 有沒有要去日本玩的打算呢 但為什麼現在日幣 日元開始瘋狂的往下跌 而且好像幾乎每天聽到的消息 都是日幣跌跌跌 跌跌不休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們來看 還是跟美國的聯準會在下半年 目前大家還認為說 它的趨勢還是往升級的方向走 還有呢這個美日的利差 持續在擴大 包括在日本的部分 日本現在外資是持續進場 因為日幣比較便宜嘛 越扁越買 而且呢其實對他們的出口 相對來說是有注意的 而且呢在國際的地緣 政治上來說 也似乎都是站在日本這一方 不過過去如果我們講說這個 日幣對美元這個狀況來說 大家會認為145是一個心理關卡 如果你再跌下去 好像對日圓來說 似乎就不是一個這麼樂觀的想法 跟這麼樂觀的情況 未來在下半年日幣有沒有可能走深 他們政府會怎麼應變呢 我們一起來看這則報道 好教授我想要先跟您請教 目前看起來的話 這個日幣一直不斷的往下跌 而且已經跌破了所謂的145的心理關卡 我蠻好奇說接下來這個日幣 它的跌的狀況還繼續持續下去嗎 確實在日本的整個的金融市場的 心理關卡是145日元 然後就我們從日本政府的態度 以及報章雜誌的報導 我們大概可以關注到 在150日元之前其實 日本的這個政府 特別是日本銀行 他其實不會有太大的動作 然後呢 特別是主要原因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 日本國內對於 日元的貶值的這件事情 到底是利大於幣 還是幣大於利 有不同的爭論 然後目前大概主流意見是 利大於幣 然後再加上現在日本的政府 正處於一個內閣改組的時期 也就是說到今年的 9月底到10月左右 日本內閣要進行新的改組 這時候才有可能會有 比較明確的貨幣政策出現 所以現在他們其實就是比較是 靜觀其變的態度來看 日元的這個貶值的問題 第三個原因 其實是他們相對的比較 樂觀的相信 日元的這個 匯價是有一定的支撐的 所以 那這個支撐呢 會因為美元 以及美國利率的變動 而獲得某種程度的改善 所以不至於會放任 等於說市場不至於會放任 日元一扁再扁 然後那 他認為未來的情勢 日本不需要做太大的動作 然後日元也會回穩 所以這三大原因之下 目前 日本銀行是不會有太大的動作 然後去做一些 直接干預匯率的一些 政策出現 不過過去我們提到日本的經濟 我們都講失落的30年 現在這個失落的30年 有機會終結嗎 因為從最新一季的 日本經濟表現來看的話 似乎還蠻不錯的 像是日本在第二季的 實質的GDP上升了1.5% 出口跟進口來說的話 出口其實是成長蠻多的 有哪些原因呢 第一個 汽車的出口激增了 還有日元貶值 剛剛我們提到的話題 還有呢 很多人現在都到日本玩 外國旅客的增加 其實也讓日本的GDP 變得比較高一點點 但如果 我們要講說 它的鄰近國家 南韓的狀況如何呢 它的出口下滑 進口是減少的 所以現在大家認為 南韓是進入到一個 衰退型的成長 尤其的民間的消費 萎縮了1% 觀光業上半年也出現了逆差 所以說現在相關的單位就預測說 若未來南韓繼續往下走的話 日本現在以經濟的表現來說 還說不錯的狀況之下 一加一減的狀況之下 很有可能日本經濟保持強勁的話 接下來這個年成長率就有可能在25年來 首度的超越南韓 對日本人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振奮的消息 但這樣的成長動能 還能繼續下去嗎 日本真的能終結 所謂的失落的30年嗎 一起再來聽聽專家的分析 好 教授我想要持續請教 目前看起來日本的經濟的成長 很有可能超越南韓 那這樣子成長的動能 目前來看的話 還可以持續下去嗎 而且可不可以終結 日本所謂的失落的30年呢 目前正在一般的 經濟學者的眼中 至少現在日本的經濟 是面臨過去30年以來 然後最好的一個契機 可以讓日本擺脫失落的30年 那主要的原因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 日本的物價 出現前所未有的上漲 也許其他國家都非常害怕物價 上漲 可是日本恰恰相仿 他是希望物價能夠維持某種程度的上漲 他們原本設定是2%的上漲幅度 那從過去幾個月看來 現在日本的物價上漲已經超過4%了 所以呢 那這會讓日本擺脫過去以來的 這個通貨緊縮 這是一個 第二個原因就是 日圓貶值帶來的非常強大的觀光熱潮 然後直接推升了日本 國內的消費景氣 然後日本的這些 重要地段的這個 不動產 房子 然後呢或者是辦公大樓 也因為日圓的貶值吸引了非常多的 外國的資金 進入日本的不動產市場 這進一步推升日本長期以來的 不動產的這個低價市場 然後第三個就是日本的工資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漲幅 然後依據這個日本的媒體的報導 日本的工資在今年他漲了接近4% 然後這是過去31年以來未有的漲幅 那工資的調漲自然而然會帶動 消費的成長 然後第四個就是 日經股價的上揚 以及日本信心股 股指數的上漲 那特別是巴菲特他 多次的 以行動表示他支持日本的 股市支持日本的企業 那這樣的一種的具體行動呢 其實也強化了國外 以及國內對日本景氣的一個樂觀期待 所以這四個因素呢 讓今年成為一個日本 比較有機會 擺脫失落30年的一個重要的時期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喔 B B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